今天来到青的幸运草工作室手作教学 那有跟各位分享那个口罩的制作法 口罩的制作法都是很简易的 那这是属于三层形的 这是三层形的 这是单板的 它其实有差异 那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这个呢我先前有跟各位教 各位使用这个4公分 2.5公分 1公分 三个条状的板子 用最快速度能够折出布料来制作 那后来呢 青又发现说 其实这样子的版型也很容易制作 那制作这个版型的时候 青就会教各位做了这一个布条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说 这个重复一下复习一下 这个作品的尺寸 大人是20乘以36 那小孩子大概是17乘以36 做法都一样 只是说小孩子他这个宽度比较小 所以是17 这个宽度只要使用17 布宽17 大人20 小孩17 然后长度是36 36就可以制作完这个作品了 好 那我会跟各位讲到说 要使用这个布条来做一个协助动作 那有人就问我说 这个布条怎么制作 我现在就跟各位讲 这个布条怎么做 因为其实没有很难 但是如果大家卡关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很难过 而且这个布条 亲友特别又设计的 这个是属于它有压条 这个地方是有压条 固定的压条 对不对 这地方有固定压条 一样是可以拉开 然后这边是可以制作那个放布织布的 这个是比较复杂式的制作法 可是它是直接就是布口罩 里面是放那个薄布织布 就可以使用的制作法 那使用这个制作法 亲使用到的是4公分 一样是使用这一个 一样是使用4公分 也就是说 我这一个单纯的布口罩 是使用3公分的布条 这个呢 这个使用4公分的布的那个纸条来制作 那教各位怎么制作这个纸条 OK 那我现在教各位的是说 我要制作的是3公分的 这个3公分 3公分跟4公分都一样的做法 那只是亲现在特别把它拿出来 跟各位分享怎么制作 那第一个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不要的那个包装子 就是饼干啊 糖果饼干不是都会有一些包装盒吗 那个包装盒就可以拿来使用 不一定要买新的 或者是说你随手可得的一些硬子板 像这些硬子板有没有 这也是那个包装衣服里面那些硬子板 请还是把它拿来制作 就是随君所好 你喜欢使用什么 能用就好 好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量出 我现在做的是3公分 跟各位分享3公分的做法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量出3公分 先量出3公分的距离 好我先量出一个3公分的距离 3公分的距离 好我量出来以后呢 我就画了直线 画直线 那你觉得画直线 我们先画了直线 这是3公分 你可以注明3公分 好我已经注明3公分了 对不对 画了直线注明3公分 那3公分的正中央是1.5 正用中央是1.5 所以做记号坐在1.5的位置 好 做记号坐在1.5的位置 然后一样画线 为什么要画线 因为我们这条线 这条线实际上是对准 我们要折的布料的线 它是对准的 所以这条线很重要 就是中间这条线很重要 它是对准的 好OK 那对准之后呢 我们要来在这个作品的正中央 大约啦 不用到很明显的那个 26公分13 13的正中央 如果我取的是11公分 11公分 好那我这个开口就是开这样子的 我开口要开这一个 开这个的时候呢 开口大概是在0.5公分左右 不用大约0.5 0.3到0.5的距离 上下一样 好上下一样 0.3到0.5的距离 然后现在帮自己标注一下 我这一段 是1.5公分 这一段也是1.5公分 好那我们现在是标注完就知道自己的距离 这是三整 这一个 这一个宽度是3公分 上1.5下1.5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切开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做切开的动作 切开了才能达到我们要做的东西的效果 好我要切开了 好这个切开就建议各位使用那个垫子 因为切割也使用刀具要小心 好我把它切斑 用美工刀把我们的这个重点切割开来 好我切割开来了 我把这块取下来 取下来了 看到了吗 取下来了 OK好那我们现在用美工刀 就沿着这条直线把它裁下来 这个三公分就要裁齐了 因为我们要用到的几率很高 所以要把它裁齐 OK好 好我裁完了 那这个呢我们先前有讲过 在熨烫过程中很重要 我们需要借由这一个纸板 才能做熨烫的效果 像芯芯这个就是有一个 有一块布 对不对 那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从对准正中央 然后再对准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取出它的中心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 来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边都可以看到青菜制作 好我把它拿上来给各位看 这一个 这一个点 这个正中央这个点 这个点要对准中间折出来这条线 另外一端也要 好那对准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折布 我现在是把它对准了 那我们在折布的时候 就是上折下折 电韵斗烫完 烫完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抽板子 抽板子轻轻抽 抽完板子要电韵斗烫过 就夹起来 那下端也一样 下端这片也一样 它一样是对准正中央 然后上折 下折 电韵斗烫过 当然我这块是烫过的 我只是做样品给各位看 好这样子就是很快速的 就完成这个折布的效果 很快就完成了 有没有 是不是折布就完成了 那你这么快完成的时候 你要制作一个口罩就不是很难 那今天青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怎么去制作这个布条 这个纸板 协助纸板 协助纸板很简单 就完全是使用 我们不要的回收的那些纸板 就可以使用 那中间这个洞是为了要对准 因为我们这个正中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为了要对准我们的布条使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印上去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 看不到你到底有没有对齐那条线 因为这个纸板比我们的布来的大 就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纸板的布比我们 这个纸板比我们的布来的大 那你真的要去对中间那个线条的时候 如果没有中间这条线 你单纯去对 你除非侧边这样对 不然你对不到线 那切割这个缝 就是为了要容易对这个线 好你看我这 我这边很明显就可以找到那条线 用很快的速度 你看这边有个折痕 这边给各位看 这边有个折痕 有个折痕对不对 如果你单纯这样子对 你是对不到的 你看不到你到底有没有对到折痕 可是你中间这个切开 你就可以快速对到折痕 有没有 很快的就可以对到 你看到折痕在这里 很快的就可以对到那个折痕 那你折就会比较平整又快速 好 那这个制作法不难 很简单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透过工具的善用 能够快速的完成我们的作品 好 那祝各位手作愉快 拜拜 拜拜